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植物呢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蕾丝爵 各位看就眼前这一盆蕾丝爵 这个蕾丝爵 我是种在水苔球上 那一般我们都知道 绝对都喜欢 那种潮湿的环境 比较阴暗潮湿的环境 那我这次就是用水苔球来种种看 觉得种的也很不错 各位仔细看一下 当初是没有长得这么茂盛 比较稀稀疏疏 刚开始种的时候长得也不好 那也经过好几个月 我们可以发现 它有长很多的嫩芽 也长得很翠绿 绝对是需要比较多的水分 各位可以看 我这个水苔球也是蛮湿润的 我是都把它放在比较 阳光没有直接照射的地方 那水分也有给它足够的焦 所以目前看起来长得还不错 一直在生长当中 其实我也有利用这种方式 种过其他种植物 效果也很不错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试着用这种方式来种蕨类 应该也有不错的效果 那影片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好了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回再见咯 谢谢大家拜拜